各位朋友大家好 BBC报道 新冠疫苗价格浮现 中国产疫苗高定价 美国政府全球大采购 美国要3亿人口 每个人都要用的 随着全球多款疫苗的初步定价浮出水面 中美两国的疫苗定价和民众可负担程度 比较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 全球单击疫苗的移植定价 从3美元到44美元不等 在目前的市场吹风价格中 单只最贵的疫苗出自中国的国药集团 中国目前有三款疫苗 已经在进行临床三期的疫苗 一款是由中国军方和康熙诺生物公司研发 另一款是由中国国药集团 和中国疾病疾控病毒所研发的灭火疫苗 最后一款是由中国医科院和科兴中微生物 共同研发的灭火疫苗 除了本土研发外 美国政府亦在全球订购疫苗 并以政府协议价锁定疫苗采购 一期供部分民众免费的接种 美国这边是说要到明年的4月份最快 全民可以用 中国目前没有从国外订购疫苗的公开信息 也不知道中国资产疫苗 是否让本国民众大规模的免费接种 在这场全球重大的公共危机中 疫苗定价该按市场供需矛盾 让生产商获利 还是按成本价 政府是否该让全员免费接种 费用是否由政府买单 目前很难一概而论 很难一概而论 但在全球重大的公共危机面前 企业面临定价的压力 新冠疫苗 俄罗斯报告称疫苗出现免疫反应迹象 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竞赛 中国美国英国六款领跑 印度为什么在研制新冠疫苗中如此重要 全球研发百花齐放 人类利益首次新冠疫苗还有多元 普京批准俄罗斯新冠病毒疫苗投入使用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国药集团两款灭火疫苗 正在申请中国药监部门的有条件批准 一旦获得批准疫苗可能最高的定价是88美元 目前这两款灭火疫苗都需要接种两针 单价为44美元 中国国药集团的一款灭火疫苗 此前已紧急提供一些中国的国企出国人员和高危人群自愿的使用 据称目前已经接种了数十万人次 中国国药集团称无疑力明显不良反应 无疑人感染 两针这个88美元的价格 目前没有得到生产方的正确确认 但中国国药集团负责人曾表示 在正式上市之前 这个产品尚无定价 但会充分考虑其可及性安全性有效性 和人们的支付能力来确定其价格 此前中国正承诺 一旦中国疫苗研制成功 将优先供与湄公河区域的国家 这等是东南亚的国家 先能得到湄公河领域 目前尚未知外出的疫苗定价 是否与中国的国内价格有别 这是中国疫苗价格引发的讨论 国药集团对中国媒体表示 国药集团疫苗将在年底12月上市 年产量将达到2亿剂 两针价格在88美元 它打一针疫苗的保护率 大概是97% 两周后可以达到 抵抗新冠病毒的水平 如果打两针疫苗保护率 能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现在是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 陈曾明专访 群体免疫有误读 人类必须面对与病共舞 新冠疫苗研发冲刺 上市你关心的几个问题 新冠疫情 疫苗研发竞赛操进路 耍音招和民族主义 现在是最便宜的牛津大学和 阿斯利康研发的候选疫苗 这款疫苗出给美国政府 每基疫苗的成本价格约为4美元 这属于阿斯利康和美国政府的协议价 美国总统特朗普 4X1家研发新冠疫苗的实验室 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合作的疫苗项目 获得了美国政府12亿美元的前期资金 研发成功后将向美国提供3亿剂疫苗 不会从本次大流行中获利 路透社援引阿斯利康称 将会以几美金的单剂价格 大规模的量产新冠疫苗 在拉美的定价不超过4美元一剂 在印度的单价定于3美元左右 意大利卫生部门说 这款疫苗在欧洲不会超过2.8美元一剂 美国公司强生将以每剂约10美元出售 这个价格也是政府协议价 强生公司需向美国政府提供1亿剂的疫苗 莫得纳的疫苗报价相对较高 每剂在32到37美元之间 美国生物公司价格是因为产量小 与美国政府同样有协议价的是 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制药公司 BIONTECH共同研发的疫苗 将以20亿美元的价格提供1亿剂 候选疫苗给美国政府 即每剂20美元 每人需要接种2剂 而利于否 不少制药公司受到外界的压力 不得不降低定价 避免被子在全球重大公共危机中发大财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表示 美国民众将免费接种 而且不收取接种费 专注投资医疗保健板块的投行 分析师认为 以每人40美元计算 疫苗定价生产商肯定有利润 而且在某些地区 毛利润在60%到80% 这项交易将为新冠疫苗的定价 提供重要的基准 他补充说 同一款疫苗的生产商 很可能倾向于向全球统一价格 路透社报道称 辉瑞和莫德纳等都曾表示 会从疫苗中获利 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曾鸣 此前对BBC表示 公司研发疫苗成功了 会带来利益 这个也合理 因为他在前期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成本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 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联合开发的疫苗 尽管每季成本价约为4美元 原地域辉瑞和BIONTECH的报价 但政府投资在很大程度上 抵消了研发成本 并承担了疫苗失败的风险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可以 再见 再见